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奇名现场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呢 昨天上涨了48.50点 收盘指数 10995.39点 涨幅0.44% 成交金额1438亿元 而OTC市场呢 更是大涨了1.94点 收盘指数是149.96点 涨幅1.3% 成交金额是310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证券分析师欧韦杰 韦杰台北股市呢 昨天距离1万1000点 只差了一小步了 只差了5点 5点不到 10995点 那么而且呢 外资呢又回到了 持续的买超台股 虽然现在的金额 都不算特别的大 那如何的来解读 以及预判 它的未来的走势 好 福音导 大家早 那其实台北股市 昨天差5步的距离 就到了1万1000点 那所以呢 其实在整个台北股市 过去的这一段 反弹的行情当中 其实表现还算是相对不错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 不是在指数的涨跌 我们说其实台北股市 能不能够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 波段的行情 我们说波段行情 就是说它可以过高之后 继续的创高 那这种波段行情呢 其实还是要观察 它的成交量的一个状况 那以目前看起来呢 最近过去这个礼拜的 一个平均的成交量 大致上都有维持在 月均量之上的一个水准 那昨天稍微 量缩了一点点 不过大概还都有超过 月均量的一个水准 所以其实从整个 成交量能的角度来看呢 台北股市是有一些 回升的情况 而且刚刚凤星有提到 在最近这几天 外资的买超 是持续的 买进台北股市的状况 不过从现在的一个 外资买超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其实不太可能 会维持比较 这个连续性 甚至是比较像过去一样 这种长期波段性的买盘 这个是比较难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新台币算在短线上面 有一点指贬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就指贬的一个现象 但是就长期来说 它的贬视是已经形成了 那当然在接下来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美元指数的一个表现 那从整个台北股市的 结构上面来说呢 我们也发现过去 其实在这一段反弹行情当中呢 电子股仍然是一个 比较居于领先的一个情况 那么反而是在 非电子族群的这个金融 跟传产好像 就指数方面来说 都没有跟上 这一波的一个涨势 那从结构上面来说 就代表着 其实在电子股的部分 相对来说 大家的展望是比较乐观 尤其是在台积电法说会过后 那么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利空不跌的状况 其实是大大的激励了 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 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个状况 是说台北股市 在台积电拉台的过程当中 其实中小型的个股 修正的幅度是还蛮激烈 尤其是在OTC指数的部分 包含像是这个贵买指数当中的 这些全值的股票 像是环球金拉 稳帽 跟这个上银等等 这些都是产业的一个龙头代表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修正的幅度还蛮大 尤其是在稳帽 同样的是因为在法说会之后 释出了下修营收的一个状况 那造成这个股价 连续两天的跌顶板 那我想其实 这样子的一个法说会的内容 跟台积电的法说会的内容 去互相对照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这两家龙头产业的法说会当中 其实都是下修了 未来景气跟需求订单的一个状况 所以造成这个市场上的未来 其实从产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下半年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是 电子产业的忘记不忘的效应 尤其是在瓶盖股身上 他们说台积电其实除了产业下修 为什么它能够呈现这个利同不跌 其实相当程度是因为台积电 它还具备有全职股的一个身份 而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外资在期货的市场里面布局了 比较多的一个进度单 所以会透过台积电来控制 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指数 进一步的在期货的市场当中去做获利 那么文贸就不太一样 那文贸它所带出来是 今年瓶盖股当中 大家所最注重的一个相关的新的硬体升级 就叫3D感测的族群 那么文贸的法说会释出利空之后 也带动整个PA族群的往下比较 甚至在过去的这些3D感测族群 也遭到了一些下修的疑虑 甚至在IC设计的产业龙头联发客 在最近的跌势上面也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其实这都相当程度的反映了 不管是在苹果的手机 或者是在飞品阵营的手机 其实都出现了相当程度需求减少的状况 所以在电子股的部分 我认为虽然它短线是比较强势 但是它还是属于短线的一个行情 但要小心就是拉大出小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在金融股的观察 到目前为止 金融股还是比较属于呈现贴息的状况 所以在未来 最近这几天 因为这个日本央行说要去调涨整个利息的一个 长期利息的一个结构 所以造成利差空间放大之后 有一些金融股的刺激的长线的利多出现 那么就要看国内的金融股 能不能够跟上这一波涨势的热潮 进一步的去做填息的状况 如果说金融股还是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利多 去呈现填息的话 那么未来在金融股的部分就会相对比较弱 那传产则是在全球的原物料市场 面临到大幅度修正的过程当中 可能在塑化类股的这个报价 产品报价上面会有一个下修的一个状况 就目前看起来原油的报价 仍然是维持大概在68附近 68 69 如果它没有办法能够站回到70以上 我说的是纽约清原油 纽约清原油如果没有办法站回到70以上 那进一步的转强 我认为其实在塑化类股下半年的航行 再加上新台币的贬值 很有可能利差空间会有缩小的一个疑虑 所以其实就结论上面来说 台北股市短线是有航行 但是就波段来说 我认为还是属于一个盘整的一个架构 那最重要的关系 而且这个短线行情 刚刚这样子 韦杰你一一盘点下来的话 似乎只有少数的全职型的电子股有机会 那好像这个有很多的 这个小型的电子股 然后金融股 然后传产股 似乎机会都不太大 对啊 所以其实就我们看起来 台北股市虽然看起来指数上面有上涨 但是都是因为全职股在电子处 那整个结构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所以未来台北股市的指数 大概短线上面守三天的低点不要跌破 就还能够维持在相对强势 那么各股的部分我们认为 即便有个别股的行情 我都认为它是需要短线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们选择的这些标的条件会比较着重在技术面 包含像是如果说能够找到现在均线还是多头排列 或者是外资的买超 它的这个含金量是超过10% 我说含金量是说外资当天的买超占了它该档个股成交量比重的超过10%以上 这种个股大概在短线上都还是比较安全 好那我们就来这个盘点一下 就是这样子相对比较安全的个股 它可能集中在哪一些产业里头 其实这一些个别股的产业 它的分散就电子金融跟传产都有 其实都有 其实都有 但是真的档数不多 外资它的买超的张数是当天这一家公司 它的成交量的10%以上 这很难吧 对啊 但是金融股其实举例来说 像开发金最近都还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玉山金也是如此 金融股里面还是有一些是不错的 但是就目前看起来都还是贴息 所以我们来说如果未来它有天息的机会 那当然对于金融股来说 跟对于整个台北股市的结构上面来说 都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反而是看好一些金融类股 我想其实应该是说短线上面都有机会 那只是说长线就整个外资的一个买超状况来说 其实是不太乐观 虽然说欧美股市昨天看起来好像是全面性的大涨 不过其实美股当中其实暗藏很多的筹码面变化的隐忧 那尤其在科技类股当中 我们过去曾经在节目当中讲到 美国股市今年最大的资金潮 就是因为川普减税所带动的这个企业的资金回流潮 那么这些资金的回流潮 预估今年要实施库长股的金额会创了历史以来的新高 大概全年度会来到1.3兆的美金 不过上半年实施了超过大半的这个库长股 都没有办法让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除了NASDAX指数之外 其实包含像是非半指数昨天还跌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S&P也没有 那在道雄工业指数也没有办法去创新高 所以其实在相当程度的部分 筹码面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变化 在这一波的库长股的行情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的内部人是一直在调节股票 这个是我们过去在做研究的时候有发现的状况 那内部人的筹码冲动 其实对于相当程度是对于后续的这个发展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 那只是说在筹码换手的过程当中 它是需要时间 那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风险 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筹码会换到最后的那个临界点 要爆破的时候 这个临界点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其实才会在这边一直提醒大家 其实利多不涨跟量大不涨 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忧 另外从比较全面性的一个金融市场的观察来说 我认为股市会是债市跟商品市场 这个四大接空的轮叠架构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改变 最近虽然看到股票市场出现了比较强势的表现 但是反而又看到债券市场 因为日本央行的态度又出现了一个债券市场价格往下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没有改变之下 我认为它不过就是在一个这个轮叠的架构当中 那所以当然在台北股市的这个反弹行情 力道也不会太强 我们才会说其实即便有一些个别股的行情 我们都认为在技术面的这个观察之下 做一个短线的操作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长期的这个投资朋友 我认为退场观望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那就目前看起来整个国内的产业的龙头 基本上都是在下修对于今年的下半年的这个营运的展望 所以就目前看起来如果说整个股价是持续反弹 但是未来的基本面是往下走 那可能未来在价格的修正上面就会比较激烈一些 所以韦杰你就算短线上面 你觉得他有这个多头的这个的机会 但是你都还是建议 你只要是中长期投资的人就先退出观望了 没错没错 就是短线你可以用少部分资金做个加差 甚至如果你要去找一些极弱式的个股去做放空 我也建议你的资金部位要非常的小 那随时随地要把停损的价位设好 做几率操作 这样子才有办法在这一波的航行当中去做获利 如果我手上有个股的话 有哪一些你会建议说 我真的是必须要离开的 平概股 平概股一定要走 因为如果说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说今天的苹果的新的手机真的产量如同 市场预期未来一年会达到1.8亿支 不会大部分的苹果概念股都还是趴在地板上做跌生反弹 跌生反弹架构一定都是处于空头 所以大家要小心平概股的反弹结束的修正行情 好 这是很诚挚的建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尔伟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